10萬訂閱 就差你一個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地險 讓你變成立財Superman 我們一樣先祝所有的投資朋友 端午家節愉快 那麼在昨天晚上的美股 其實是出現一個拉回震盪的 那麼已經連續兩天出現了一個拉回震盪 不免讓人擔心說這個行情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上面要出現轉折 不過昨天晚上的這個拉回 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昨天晚上驅動美股的因素 當然是市場一方面也是擔心 聯準會主席Jerans Powell 準備要到國會去參加聽證會 那麼大家會想想看 在上一次聯準會主席Jerans Powell 去參加聽證會的時候 對金融市場帶來了不小的波動 原因就是因為在聽證會上面 發表了相對比較鷹派的證詞 那麼這一次會不會也有一樣的情況 市場當然會擔心嘛 所以美股在這個位置上面 有相對比較保守的傾向 可是美股的個股結構跟台股有點像喔 有一些比較大的股票 有一些比較主力特徵的股票 還在創新高 那麼我們當然在今天節目上面 一樣會跟大家追蹤一下 關於我們現在對於台股的一些觀點 那麼有很多的中小型股 很多的銅板股 真的就跟我們在前兩天所說的一樣 開始接棒上漲 原因就是因為許多的高價股開始休息嘛 你加權指數就是在這個位置震盪 原因是因為今天是結算日 那麼我們在禮拜一禮拜二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講過 這個結算的區間 我們根據選擇權的未平常量 來去做分析的話 大概就是落在17100到17300 所以你往上有壓力 往下有支撐 那你加權指數不會有太大的表現 可是你的錢還是要動啊 資金還是要在股市裡面輪動 所以你從這些大型的全資股裡面 賣出來的資金 開始往中小型的這些銅板股去擠的時候 你賣一張台積電 你可以買20幾張的中小型股 很多的中小型股就因此接棒上漲 這個是目前整個台股的大架構 那我們詳細的 我們在後面再聊的更多 那麼一樣邀請大家 在我們的節目一開始幫我們點一個讚 那麼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大家在影片下方留言 在教育上面想要諮詢 都可以撥打影片下方的電話 團隊夥伴都會第一時間來幫大家做服務 那麼當然今天最重要的 還是要來幫大家追蹤一下 有好多的銅板股真的是接棒漲停啦 那不管是我們從昨天送出的一份選股清單 還是我們會員朋友自己手上的股票 在今天的表現其實都是相對的比較不錯 特別是大家可以觀察到 今天的加權指數跟貴買指數 都還是震盪收跌的 還沒有收盤啦 不能說收跌 都是震盪下跌的 可是個股的表現 卻能夠逆勢的更強 代表資金還在場內 那麼明天就是端午節 連假的第一天嘛 所以明後天台股不開市 可是國際股市仍然會繼續的開盤 所以一部分的投資人會認為說 後面兩天我沒辦法操作 那如果國際股市出現了一些什麼樣的風險的話 我沒有辦法去做避險 或者是我逃也逃不掉 所以有些部位比較滿的投資朋友 當然會選擇要在連假之前調節一下部位 可是呢 畢竟你已經到了端午連假的最後一天了嘛 就是最後一個交易日 所以你再去思考說我到底要賣股 還是我要在這邊買股票 那個意義已經不太大了 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眼光放到端午節後了 端午節後呢 一方面我們的選擇權 還有我們的期貨結算已經過去了 所以有一個觀察的重點就是在於 外資期貨的未平倉量 他們的籌碼有沒有出現鬆動 因為畢竟你每一次的結算 就是每一次的換倉嘛 那你要看外資的這些手上的期貨多單 有沒有打算要延續下去 所以端午節後 它的重點並不是因為剛好出現了一個端午節 所以後面會變盤還是怎麼樣的 這個不需要去預測 不需要去預測 因為沒有人說得準 更重要的是因為剛好今天就是結算日 而結算日過後的籌碼變化 才是我們真正必須要去做研究的 好不好 當然我們現階段觀察到的是法然的態度 並沒有在這個位置上面變成空方 他們只是稍微的保守一點 把這個進多單的水位降一點 可是既然還沒有鬆動還沒有轉成空方之前 我們認為這樣子行情輪動的格局 還能夠延續到端午節後 所以接下來大家要去思考的就是 端午節後 換誰當家 那麼從加權指數的這個結構來看的話 我們在昨天的節目上面 有沒有 昨天節目上面我們就跟大家講了 你下方的支撐就是在17100 而上方的壓力就是在17300 那麼你從選擇權的未平常量來看的話 對於莊家最有力的結算數字是多少 是17200 所以大家會發現 今天的加權指數大概就是在17100 到17200之間徘徊有種 那指數既然它不會有大幅的波動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大型全資股 大概表現都像是死魚一樣 相對的中小型股的資金 在這個位置上面 他們就會更有表現空間 因為他們對於指數的影響不太大 他們對於指數的影響不太大 那資金流入這些股票的話 就不會影響到他們結算的結果嘛 這個邏輯我相信大家都能接受 所以呢 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看到了說 好像台股已經連續修正了幾天 雖然也沒有出現大跌 可是有人會告訴你這是頭部 那我們在昨天的節目上面告訴大家 不要亂猜頭部 你不要亂去摸頭 我們知道有很多的投資朋友 想要在這個位置上面放空狠狠的賺他一票 那麼當然站在我們分析師的角度 然後我們從數據來說話 一分正去講一分話嘛 我們了解投資朋友的心情 那如果今天真的能夠做空大賺的話 我們當然也想要希望就是 跟著所有的投資朋友一起賺大錢 但是按照我們自己目前客觀的建議的話 在外資的籌碼還沒有鬆動之前 先緩緩好不好 先緩緩 我們在這個位置上面不知道他會不會大跌 也不知道這個到底是不是真的頭部 可是我們能夠觀察到的是 外資的籌碼沒有鬆動好不好 所以投資朋友千萬不要試著去摸頭 因為你摸頭的話 你會一路從16000點開始摸 16500點再摸 16800點你再摸 到最高甚至可以到17300點 中間的過程很煎熬啦 或許在未來你說三個月六個月 我們有沒有可能正確 你在17500放空有沒有機會贏 是有機會的 可是現階段的行情表現都還是相對的比較強勢 那我們也不需要逆著這個市場去做嘛 這個邏輯我們希望跟大家分享 那也是在交易的過程裡面讓大家可以比較輕鬆一點 不要在17300 17400 16400 16500那個位置放空 被放到現在 其實你說被嘎了600點700點 那樣子的感覺是不太舒服的 是不太舒服的 所以啊 如果真的想要做空的投資朋友 麻煩大家一定盯緊外資的籌碼變化 以及觀察到底有沒有出現一個明確的長黑K 大量的長黑K 我們認為在那個位置上面 我們再把這個避險的心態拿出來 到那個時候都還會來得及 那這個就是我們昨天秀的圖 我們就不再多講了 然後到底外資的這個籌碼 你到底要怎麼觀察 也很簡單 因為現在的資訊真的是太容易收集了 大家去網路上面 你Google敲一敲 雖然這個水位跟最高的3萬多口 比起來是有明顯的下降 可是15000多口的進多單 仍然是一個非常充分的保護 什麼的保護?下檔的保護嘛 那你外資竟然一路的做上來了 他一路的一直做多 一直做多 一直做多 做到了今天是結算日 難道要讓他再結算日功虧一虧嗎? 這個邏輯講不通 所以很明顯的 今天你要看到台子期出現 急轉直下的大跌不容易嗎? 那也跟我們之前的分析一樣 我們一直告訴大家 加權指數要在這個地方出現 急轉直下的大跌 機率是相對的比較小 原因就是因為外資 這麼多口的多單壓在這邊 你要讓他功虧一虧嗎? 我們想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邏輯問題嗎? 你邏輯說不通的東西 那他就不會是一個 正確的機率比較高的觀點 所以我們從數據上面去做觀察 是為了幫助我們的交易 能夠有更高的勝率 好不好 所以等到我們今天結束以後 下個禮拜回來 等午節放完假 休息夠了 充電夠了 回來先看一下 到底外資在這邊 期貨的部位 有沒有出現什麼樣的大幅變化 到時候我們再來去判斷 到底行情在這個位置上面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做操作 那麼在昨天的美股上面的話 我們說了 既然都是出現拉回 連續兩天拉回 因為有不確定性 那金融市場最討厭不確定性 可是有沒有股票在創新高 有欸 NVIDIA在昨天依然創下新高 這代表什麼 代表資金仍然在這個題材上面 那也當然會帶動台股相關的概念股 很多啦 這一陣子AI的題材股 你說把未來的三年五年都漲完了 我們都覺得 其實這樣子的說法蠻貼切的 但無論如何這個題材就是現在的主軸 那我們也不需要逆著主軸去做 好嗎 我們不需要逆著主軸去做 那麼NVIDIA能夠創新高 這個代表美股的個股結構上面 還是有股票在帶頭衝鋒的 另外還有TESLA也是連續的大漲 在昨天甚至大漲超過五個百分點 一樣創下波段新高 那為什麼我們會在今天的節目上面 跟大家特別提TESLA呢 事實上大概從上個禮拜 我們就有跟大家提過的車用族群 因為大家還記得在2021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行情大多頭嘛 有很多的車用概念股 噴豬 你不管是用車用半導 車用二極體的台辦 蓬城 還是你做了倒車雷達 ADAS這些先進的駕駛輔助系統 相關的概念股 有很多的股票都走出了非常大一段波段 而當時就是由TESLA的股價先帶頭 創新高 而引領了台灣的相關概念股 走出這樣子的波段 所以我們看到了TESLA的股價 在這邊持續的往上走 是不是就能夠往相關的族群去做關注呢 我們相信這樣子的觀點分享給大家 應該不會有人有意見嘛 那麼我們回歸到個股上面 我們在前天的節目上面跟大家講了 我們買進了一檔三二叉叉的水行俠嘛 那昨天有看節目的投資朋友也都知道 這檔是什麼 就是3252的海灣 那麼海灣在今天非常強勢的在找盤 一度攻上漲停板 那當然後面就出現了獲利了結賣壓嘛 因為在端午節前 所以股價應該是有打到平盤啦 在我們錄影這個時間 應該是打到平盤 甚至好像我還有看到翻率 可是需要擔心嗎 不用擔心嘛 因為會員朋友是用分批獲利了結的 昨天你已經先賣過一半了 那你現在手上的持股 當然就是讓他的獲利能夠持續奔跑嘛 那你最糟最糟的情況怎麼樣 你了不起海灣再跌回去我們的成本 25塊錢你再跌回去我們的成本 那你昨天賣了你先賺10% 那你另外一半跌回成本賺0% 那你平均下來 你一樣能夠賺到5%啊 那如果今天海灣能夠在今天 稍微整理休息完以後 後面再噴出的話 是不是你手上還有另一半的股票 能夠參與行情 這就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的策略 你在交易上面不是我一次就要all in 也不是說我一次就要賣光 你可以分批買 你也可以分批賣 用這樣子的方式 你就能確保自己不會買在最高點 也不會賣在最低點好不好 所以我們看到了 我們買進了這個水行俠海灣 在今天早盤很順利的攻上漲停板 那麼接下來到底股價要怎麼走 我們就守好停利點來去做觀察嘛 再來呢我們在昨天我們的Telegram 也是我們的群組上面 也跟大家分享了另一檔股票 因為既然有水行俠 我們還有另一檔23XX的叫做賽亞人 賽亞人嘛我們說了 在昨天股價創下波段新高 那麼我們認為啦 應該在未來一段時間 就有機會可以出現表態 那麼很幸運的 在今天就攻上漲停板了 那你說這樣子是因為我們馬上 先把這檔股票分享來 然後取名他叫賽亞人 所以他就發動嗎 當然不會是這個樣子嘛 我們早在6月12號的時候 就先帶會員朋友進場了 6月12號應該是在這個位置吧 沒記錯的話應該在這個位置 那麼當時為什麼會去佈局 台亞這檔股票 理由一樣叫做複合式的交易策略嘛 複合式的策略 一方面他的型態 已經打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地步 而且均線已經收斂到了尾端 那代表幹嘛 要表態嘛 那你說表態有可能是 向上表態也有可能是向下表態 這個沒有人能知道 但是你只要做好風險控制 你就能夠參與這段行情嘛 那麼我們也知道了說他在6月20號的時候 都會召開股東會 有沒有 所以新聞題材是不是就在6月20號 開完股東會以後 總座直接告訴我們感測的極丹 湧入下半年加溫 所以一方面你從形態的 這樣子的邏輯去做選股 另一方面你也要去參考這一檔股票 在未來有沒有什麼樣的事件 是有機會可以來幫我們推一把的 那你說昨天開完股東會以後 那公司的經營層 給出了一些比較樂觀的講法 股價是不是就獲得了洞呢 那我們買在低檔的這個位置上面的話 不就穩穩的讓市場其他的資金 來幫我們抬轎嗎 你能買在這個位置上面 為什麼要在今天才去思考我們要不要追 所以有一些題材 你用一些策略的方式 你從形態再加上事件交易 你去做一個混合式的交易策略 我們認為在現階段的勝率都會相對的比較高一點啦 那也是很幸運的今天股價攻上漲停所死 那麼我們相信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我們一樣利用分批停利的方式 就能夠進可攻退可守 那麼我們在水行俠再來賽亞人 我們今天當然要跟大家分享另一檔股票 就是勞斯萊斯 那麼勞斯萊斯這檔股票呢 我們認為在今天股價盤衝的時候 已經出現了一個比較明顯的漲幅 那麼也已經重新回到了一個突破的位置上面 所以我們認為在端午節過後回來以後 勞斯萊斯就要發動啦 那麼他到底會走到哪裡去 有沒有機會在未來有題材來幫忙推吧 我們認為機率都是相對的比較高的 那麼有機會我們再來跟大家分享這檔股票 更重要的是 我們在前面兩天幫大家追蹤的面板股 而面板股呢 前天大漲嘛 然後有投資人就會覺得說 老師你都馬後炮 你怎麼在大漲才出來講 但實際上我們上個禮拜 就已經先帶會員朋友買進面板股了 而在昨天面板股是出現拉回修正的喔 那我們有不講嗎 我們也沒有不講啊 我們一樣來幫大家分析面板股嘛 那為什麼我們會在前天上面 來跟大家開始重新提面板股 才去分析面板股 就是因為在前天的時候 面板股幾乎都走出了區間突破的格局嘛 區間突破是一個有象徵性意義的 是一個明確的訊號 那你就是等到訊號出現以後 而我們再去回頭看這些股票 有沒有機會再走出一段嘛 那麼我們在昨天面板股下跌的時候呢 我們給大家的想法跟觀點是什麼 有沒有藍色圈圈 我們說了昨天的修正 昨天的拉回 是去測試這個區間的頂部 那如果這個面板股沒有跌回去這個區間的話 他就有機會再往上做攻擊嘛 因為你跌回區間 他就是重回區間震盪的結構 那你測試完了以後 今天股價有沒有出現大漲 有啊 群創債創新高 群創大漲超過5個百分點 今天早上6116的彩晶 一樣大漲超過4個百分點 所以整個面板族群是相對的比較整齊 那麼資金就代表在這個位置上面嘛 那麼觀點一樣沒有改變啊 只要能夠維持在這個區間的上緣 他不要跌回去這個區間的話 這個行情都還能夠期待 這個觀點都沒有改變 那麼我們也是持續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我們做了很多的分享啦 那當然投資朋友一定會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們當然不會強迫大家去接受我們的想法跟觀點 因為畢竟我們是站在一個分享的立場 當然我們也知道有一些投資朋友在交易的過程裡面是有成見的 他會覺得說啊 你之前在這個地方都不講 然後結果你在這個地方才要講 這個叫做馬後炮 但實際上面你說在這個位置 在這個位置 他不是都是在區間震盪的格局裡面嗎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去講一些股票的好 或講一些股票的不好 我們沒有辦法討好每一個人嘛 對不對 就像我們在去年5月的時候 航運股還沒崩掉 我們當時跟大家講說 要小心喔 要這個估值有過高的疑慮喔 航運股是景氣循環股喔 那當時大家都說 沒有啊 航運股一年可以賺40塊 EPS40塊 50塊 60塊 甚至70塊錢 你怎麼會說他估值過高呢 但是你放到今年來看 2023年的現在 我們在講航運股說 他是景氣循環股 他有可能會出現虧損 我相信沒有人敢反駁嘛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把觀點講在前面 投資朋友能不能接受 那是一回事 但我們一樣要把我們最真實的看法跟分析 以及對於產業的研究 分享給投資朋友 好吧 這是我們的方向 就像你不能在蒼蠅的面前說 屎很臭嘛 你也不能講在狗的面前講說骨頭不好嘛 因為他們會義憤填膺的出來批判你 所以每個人在操作的過程裡面 包含自己手上有的股票常常是避走之爭啦 你不太能夠接受別人說他的壞 但實際上面 你說我們在做研究 有沒有一個客觀的結論 一定會有一個客觀的結論 不論是好還是壞 我們都要誠實的來跟所有的投資朋友做分享 所以我們認為面板股呢 我們在前兩天已經分析過非常多了 他的現金報價在接下來9月份 會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跳升大漲 那現階段的面板股的上漲 就是在反映未來的面板報價上漲 那你說會漲到哪裡 這件事情不用去猜 我們就看看這個地方的籌碼 看看這個地方的資金能不能延續動能 這樣子就好了 而實際上面呢 除了我們手上的 不管是之前連續噴出五根掌停板的華晶 還是我們的水行俠海灣 還是我們的賽亞人塔亞 還是接下來的勞斯萊斯 這些股價其實都不高 有些你說十幾塊二十塊的 這個叫做銅板股 所以我們在前幾天的節目上面 一直跟大家講說 你資金從大型股換到銅板股上面的威力 會非常驚人 所以我們也準備了一份銅板股的選股清單 這份清單上面的這個數量不多 真的不多 那當然選股是貴金不貴多 那昨天我們送出的這份資料上面的話 那已經有兩檔股票攻上漲停板 其中一檔就是我們的2340的台亞 為什麼?因為這份銅板股的清單 就是我們真的自己 有可能會帶會員朋友買的股票 另一檔1471的手力 在今天一樣攻上漲停板 很多的銅板股都在接棒上漲 那麼我們認為這樣子的格局 會一直延續到端午節後 今天是最後一天來送大家 這一份銅板股的資料 那當然啦 如果你是符合專案條件的投資朋友的話 我們還會提供這個關鍵價位來給大家參考 我們希望這個同盤股 它的股價比較低 代表大部分的投資人 都能夠參與這樣子的行情 那既然你能夠參與這樣子的行情 你就不要放棄嘛 因為它是一棒接一棒 代表你隨時只要切入 你只要隨時拿出參與行情的勇氣 你都有機會能夠做到這些大漲一段的股票 那麼當然在選股的方向上面 你一定要有邏輯 你一定要有策略 而不是閉著眼睛亂拆 所以我們就提供了這樣的選股清單 來給投資朋友一個方向 來給大家一個參考 不是叫你這檔上面 這個選股清單上面的每檔股票都要買 不要這樣子啦 我們還是要自己稍微做一下功課 我們給大家一個方向 來讓大家參考我們團隊到底怎麼選股的 那這份資料的索取的連結 我們已經放在我們的群組裡面了 上面是我們的Line 下面是我們的Telegram 那裡面的資訊都是免費的 團隊也還會來持續幫大家追蹤 財經市場的最新資訊 還有繼續幫大家解讀 總體經濟數據背後的秘密 那麼在最後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千萬不要忘記幫我們點一個讚 你的讚就是對我們最大的鼓勵 那我們今天的分析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好